为斗布布开心甲敬文演戏装痛,布布无动于衷,波妞举动斗笑全场。 在4月26日这期的妈妈是超人三中,布布迎来了新朋友米亚,玩得很愉快,也一起健身比赛了,但是比赛布布却输了,好胜心很强的布布一直闷闷不乐回家, 在家里也是一个人闷闷的摸着玩具,愁眉苦脸的,贾静文和修杰凯未斗布布开心竟上演了装痛大戏。 看着闷闷不乐的布布贾静文和修杰凯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啊,夫妇俩开始了他们的小闹剧,贾静文,医生我肚子好痛,那么心疼爸妈的布布即便看着贾静文说肚子疼也无动于衷啊哈哈哈哈。 妈妈装痛倒算了,爸爸也参与了这个小剧场,说痛还都是说肚子痛,哈哈哈哈,你们真当布布是小孩看不穿你们的闹剧呢? 布布都会觉得好无聊吧,哈哈哈哈,她肯定知道你们是在演戏,所以都不想理你们这种闹剧,全家人都是吸睛了。 然而姐姐布布没有无动于衷,妹妹玻妞却有戏了,哈哈哈哈,玻妞不紧不慢地爬到修杰凯旁边,心想还是玻妞爱我啊,哈哈哈哈,谁能料到最后玻妞会有怎样的举动呢? 你说会咋样,小编室没法猜透玻妞小脑袋想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哈哈哈哈哈,谁知道,玻妞刚爬起来就叫着,然后小手不停地啪啪啪地打球解开的头,面对爸爸说自己好痛,求布布玻妞安慰的演技套路,布布和玻妞可没上当,以为玻妞是要来安慰爸比。 你错了,布布玻妞,你错了,布布玻妞只是告诉爸比,你要清醒一点。布布玻妞的渣爸比心真是逗死我了啊。 因为妹妹妹,布布玻妞的原因,布布返回来看了修杰凯和贾静文,哈哈哈哈,看着修杰凯被布妞趴打,布布都笑了,爸爸好搞笑啊,你不要演了,你的戏很烂,哈哈哈哈。 修杰凯!贾静文夫妞的日常逗娃太搞笑了,这期你们喜欢吗?为布布点赞加油啊。